第二十题 经过千里条条跋山涉水 玉堂终于来到传说中的 南亚之星许愿池 并向浸潮池水中心 投出一枚心想之城的硬币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下列哪一项推论正确 我们知道万有引力定律说 我们两个有质量东西 彼此就会互相吸引 它的大小跟质量成基层正比 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那么选项 B呢说 它说硬币会落下 主要是因为池水的吸引力 与地球引力无关 这个叙述是错的 因为呢 池水跟地球 基本上对硬币的距离是一样的 那就看谁质量大 地球质量大 所以它引力会比较大 所以它是会主要掉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地球引力的关系 而不是池水的吸引力 所以选项B是错的 刚才讲过了 我们这个是 我们会吸引地球 地球也会吸引我们 我们彼此互相吸引 叫做万有引力 这两个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它们呢叫做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它说 C选项说 硬币期间 只有地球吸引硬币的力量 没有硬币吸引力量 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会互相吸引 那么选项猪说 因为地球质量比较大 所以它引力就比较大 也是错的 这个是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叫做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呢 只有选项A呢 是正确的 它们会彼此的互相吸引 而且力量一样 所以呢 我们第二十节答案呢 问我们下列叙述 关于万有引力的 定律的推论 哪个正确 我们要选的是A 地球与硬币 必为互相吸引 而且两个互相吸引 的大小是相同的 我们的 感谢 证明 我们的 感谢